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拖替二姐的服务 我刚刚报了 跆拳道馆的成人班 所以以后我们会经常见面 太好了 如果有需要的话 可以随时找我 打扰一下 听说薛先生一直住在小植家 薛先生在国内没有房子吗 暂时还没有 我知道城中湖的湖心岛 在建晚清风格的别墅 我想等开盘了以后 在那里买一套 所以现在呢 暂时先做小植的房客 我听说住在一起 最能培养感情 要不搬来我家住 或者我搬去你家 算了吧 洪先生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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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先生 你说的湖心岛大宅 可是关风水暴地啊 天岛只有三套房子 真有眼光 他不是真有眼光 他是真能出力 湖心岛大宅 薛妖怪这个 无法把时间变现的穷鬼 知道那个多少钱了 两个亿耶 不过薛先生最有眼光的 还是选择了田小姐 他可是养了一个 挖井队在非洲挖井 我做的慈善 都是在镜头前 田小姐是默默在背后 所以田小姐 是我最欣赏的 那种慈善家 你竟然知道 当然 好事也会出门 哪位 李教授 您好 老板让我来接你 知道了 老板让我来接你 老板让我们来接你 老板让我来接你 所以说 让孩子们不爱饿 不爱动 是对福利院的基本要求 吴先生您好 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 你和温哥亲张萱萱小姐平 还出现在工作室 是不是温期将近呢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点击样的事情 你再想想办法嘛 看来你还真是张萱萱的脑残粉啊 她现在是你最爱啊 不是 我的最爱是凯瑟琳赫本 她在我心中的地位 没有任何演员可以喊动 她跟澳大利赫本什么关系啊 美国人和英国人的关系 这两个国家的人我都不熟 不过明天我要去跟中国人张萱萱见面 去她未婚夫嫁探病怎么样 要不要去见一见你的女神呀 我没时间 也对 你现在应该抓紧时间好好想一想 你是要去亚马逊丛林呢 还是要去非洲大草原呢 不过 在你去深山老林之前 请搞定我妈 老板 视频的点击率已经超过两千多万了 你好 房经理 对 你把她的联系方式给我之后 你的佣金会立刻到这 不过我最好提醒你 在你收到我们的钱之后 如果你再向任何人透露我的消息 很好 我相信你 这世上的人真是 一个比一个贪心啊 为钱贪心的人 就算有命赚 也没命花呀 老板 加上了 是 他问我们打算出多少钱 他要多少 他要多少 五百万 给他 老板 老板 我是觉得我们是不是答应得太干脆了 他会觉得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啊 得 老板 老板 他说当然有 如果怪物把咱们杀了 他会惹不上身 问他们到底卖不卖 他说当然 只是想知道 咱们准备怎么抓住这只怪物 我们碰到了一只好奇的猫 好奇过了头啊 如果他怕惹过上身 就不应该问这么多问题 都是像是在拖延时间 难道是对价钱不满意吗 不对 我只感觉他的重点不是在探紧 难道他没有清晰版的视频 那他 为什么要指定买家 而且还拖延时间 除非 糟了 他在定位 来 差一点就抓到了 功亏一亏 也不算功亏一亏吧 起码我确定了我的仇人还活着 并且找机会再杀我 那怎么办 哥 不如我们找视频网站的经理 问他买家的信息 买家肯花五百万来买这个视频 就不差这一点封口费 那你就展示你的超强能力下他 或者揍到他肯说为止 是吗 因为即使收了封口费 在遇到生命危险的时候 当然还是保命要紧啊 裙光弹得到了一张 可以无限透支的黑金卡 他会认为这世上 没有什么是金钱买不到的 同样人类一旦拥有了超强力量 会认为拿到了 凌驾于法律和人权之上的万能钥匙 所以 你不会使用这把万能钥匙是吗 你看看看看 看看看看 太厉害了 怎么样 可以可以可以 小植 你看伍玥 关我真相的视频了吗 导演 你听我解释 我也不太清楚 那是怎么回事 快看 导演 我现在不看了 我还有事 我先 哥哥 哥哥 怎么回事 哥哥 哥哥 你在哪里 妹妹 你等着我 妹妹 妹妹 我马上就来了 哥哥 你要小心啊 妹妹 我找得你好辛苦啊 哥哥 妹妹 我终于见到你了 妹妹 有没有个惊动 我们的电视宣传 太成功了 哥哥哥 现在我们的剧 已经上了话题榜了 我已经看到 周氏力冠军的宝座 在朝我招手了 这 这怎么会变成这个呢 这明明是我们家的 我 小致 就说你最乖 又不会乱说话 所以我就只告诉你 我们本来想联系视频网站 想在午夜怪物清晰版视频 发布前 投入我们的宣传库告 可是那个视频网站的经理 告诉我们 他们没有收到清晰版视频 所以我们一拍即合模仿那个视频 剪了一个宣传片 今日头条 今日头条 你不用再去什么深山老林了 因为根本就没有什么清晰版视频呢 你 早就知道了 田小姐 这件事 我也有份参与哦 田小姐 您先消消气 这两天看我害怕的样子 是不是特别紧情 不是啊 不要 是 大乔哥不让我告诉你 少管 你在报复我吗 我只是 喜欢看你像热锅上的蚂蚁 团团转的样子 那这两天你看得够开心了吧 那你能不能告诉 你们到底什么时候 开始干的这件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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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您好 冬冬 我是薛灵乔 有时间帮个忙吗 我有时间 有时间有时间 虽然没能确定位置 但起码证明了 那个人不希望 我暴露在公众事业中 而且他财力相大 随时等待捕捉我的机会 天空姐 不要生气了 你被解雇了 跪下 哥 怎么办呢 你干嘛惹得生气呢 老师 什么东西啊 学术研讨会的邀请函 这次啊 领域里比较有名的 外国专家都会来 把数据静下来 好 你代表研究中心去吧 明天我要出差 大概半个月之后回来 可是这次研讨会 会有很多有名的 我知道很难得 你却是一样的 老师 昨天下午的教学研讨会 你没有参加 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 我去了趟医院 不过没什么大碍 好吧 老师 你说谎了 你到底在隐瞒什么 而且。。。 好 我要下车 等我把车停好 等你停好 细个要杀青了 喂 既然你跟我要装生情侣 为什么要冷战 大哥 你到底有没有谈过恋爱啊 情侣之间当然要吵架冷战啊 没谈过 白胡啊 我保证下次一定告诉你 没这个必要 我也不想知道 今天你拍你的 我拍我的 谁跟谁讲话 谁是小狗 位置要不要停啊 不停给我停啊 是不是听不懂中文 我要跟你讲话啊 嗯 功夫还行吗 请 上帝 你们在这儿等着吧 几层 顶层 谢谢 叶先生来这里做什么 开会 张小姐来这里 是和未婚夫约会 查账 这家酒店就是我家的 张家本来就是豪门 竟然还要联姻 果然是越有钱的人 把钱看得越重 当然要看得重 你看这家酒店豪华的装修 容貌 身材 都是选美水平的 高素质服务员 还有 这二十四小时工作 零故障率的电梯 都是要花钱的 向你们做研究的最幸福了 等着人送钱给你们花就好了 说得有理 人格有志嘛 这就是你们的零故障电梯啊 我拆了这个电梯 你笑什么呀 我在笑 命运真是奇妙 城市那么大 我和你两个没有什么交集的人 竟然困在同一个电梯 没错 都是我出门没看黄厉 有道歉了 可把高层鞋脱掉了 开什么玩笑 女人脱掉高层鞋 就好比战士扔掉了武器 我还以为你的武器是钱呢 在你心里 大概挺禁止个性恶劣 而我 爱钱如命 莎莎姐 你没事吧 没事 别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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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琛 师哥 你什么时候从美国回来的 昨天啊 裴斯蒂文教授一起回来的 不过明天一早就要回去了 李教授没有一起来吗 他出差去了 你们最近怎么样 有没有什么新的研究 新的研究倒是有 但是说来话长 不提了 你们做的那个人体冷藏技术 有什么新进展吗 原地踏步走 要是人体冷藏技术 能像电脑带机一样就好了 在极低的温度下 保持细胞的活性 需要的时候按一下按钮 随时都能重启 你这个比喻有意思 不过按钮也很关键 按钮啊 其实就是反作用力 就好像被晒干的海带 在水里泡一泡 膨胀起来 就像复活了一样 当然了 海带是个很不恰当的例子 因为它不是真的活过来 如果是保持细胞活性的冷冻人 温度就是那个按钮 只要有适宜的温度 它就可以完全复活过来 如果你觉得 复活这个词不准确 我们也可以说是苏醒 因为它从来就没有死去 细胞活性 复活 从来就没有死去 叶辰 叶辰 师哥不好意思 我突然想几件事情 想去打个电话 没事 你去忙 一会儿啊 我们会长见 好 被放干血的休眠体 检测头发细胞的活性 苏醒按钮是车祸的事件 血液 不停 这个想法太疯狂 李延芝不会相信 怎么办呢 我得自己想清楚才行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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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植 我给你刷这个事啊 刷 刷 刷刷你刷 是这样的 咱们不是说好 让大乔客串起场戏 但是他这个终极大贝斯 这个形象实在是太棒了 我跟编辑商量了一下 打算让他加一场 跟女主角互动去 那终极大贝斯 不是来拆散男主角的吗 要跟女主角加什么戏啊 这个 这个 终极大贝斯 这个邪恶地对待女主角 就是 就是 就是看起来吧 像情人 其实不是情人 吻现 是呀 其实呢 对 我 这是演戏 你是一个敬业的女演员 为了咱们电视剧的 播出的精彩 一定会非常愿意的 对不对 你问他吧 他没意见 我又没有意见 怎么了 你们吵架了 他生气会很久吗 不会 他脑容量小 吃顿饭就忘了 饭 咱们中国人不是有句俗话吗 叫做吃人的嘴短 萱萱 大乔 跟你们商量个事啊 就算薛妖怪答应 萱萱也肯定不答应 我记得 我记得 我给你 好 在哪儿呢 都是蜜 要买咱厨 小伙子 不知道买哪一种了吧 不要买炖银耳的蜜 炖银耳的蜜啊 那当然是血泥了 不要买错了 你家爱你老婆的妈 谢谢啊 不谢不谢 还想跑 偷我老婆子的钱 你爸妈没教你错了 真的道理吗 走开啊 双管闲事 臉面好像拿起来了 过去看看 大哥 求你放老婆 我再也不偷了 真的 妈 好 对待老人要客气 因为你也有老的手 我知道 我再也不敢了 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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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人抓到了老婆婆 还打人 快报警 快报警 这边有人在打架 行 不用找了 谢谢啊 不用找了 谢谢啊 怎么回事 怎么电话里说薛妖怪 因为打人被抓了 而且警察 还为什么只给你打电话 不给我打电话呀 难道我这个伴侣关系的人 还不如你这个马屁精啊 田小姐 你下次问我这么多问题 要我回答哪一个 都要 大乔哥应该是怕给你添麻烦 所以才让他们打给我 可是你那个前男友李警官 真的非常没情面 非要你过来领人 我们大小哥打人 肯定是有原因的嘛 你说得对白说你 现在老婆婆还在昏迷中 你也看到老婆婆和伤者 产生争执 当伤者把老婆婆推倒 撞晕的时候 现场有没有其他目击者 没有 如果你是见勇为 只要制止就行 为什么要暴力殴打伤者 我并没有暴力殴打的 事实是 伤者背部的撞击 多处软组织磋伤 肋骨断了三根 这也只能证明 我是用力不当而已 我说了我不是故意的 你看起来态度很不诚恳 我说的都是事实 小燕哥 先出来一下 我们家大乔怎么样 受伤了吗 你怎么不问一下 他把别人打成什么样子 背部多处软组织磋伤不熟 肋骨还断了三根 我们家大乔不会随便打人的 之前因为吃醋打伤男演员 现在又在超市打断别人肋骨 田净植 你是不是有一天 鼻青连肿躺在医院 你才甘心 你 如果是因为我离开了你 而让你遭遇到不幸 我真的死都会不甘心 我觉得你的逻辑 真的很奇怪 我不认为这中间 存在什么因果关系啊 他根本配不上你 可是我爱他 怎么办呢 在你看来 完全配不上我的他 还有点暴力倾向 我闹脾气的时候 他甚至宁愿拆了我的门 都不要哄我一下 可我就是爱他 我爱一个人就是这样 只要他不离开我 我就不会离开他 你简直 怎么突然可成这样啊 瘦得一把骨头 工作这么拼也没见 发几个奖金啊 你去交保时金 把你家伙带走 快跑 大乔哥 表姐她怎么了 行了没事 你给我玩 冯助理 去片场把车给我开过来 你就不能忍耐一点吗 你有没有常识 遇到这种事情 打电话报警就好了 你干吗要把别人肋骨打断 如果在你发生车祸以后 我只是报警的话 你也不能站在这里 给我讲这些大道理 好 我是冷血动物行了吧 听到你被抓进警察局 我都快吓死了 还害我在李燕之面前丢人 还连累我 算了 什么算了呀 你要干吗呀 算了就是不想连累你 也不想再管你了 那最好我才想算了呢 我管你了 这要远远别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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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怪我这么多天没有来看你 前些天我真的很忙 你看我现在不是特地来看你了吗 我今晚就留下来陪你 这是那只怪物的血液 我和你见面 又把这么重要的东西交给你 没有什么想问的吗 你想让我做什么 我看你了 当初选择资助教授做研究 不只是看中了教授的能力 最重要的是 一个慈父的爱女之心 我们一直是各取所需 这一次当然也是 那个怪物被放干血都不会死 你要利用这只血液 找出彻底杀死那个怪物的方法 还有它长生不老的秘密 记住 不要太好奇那个怪物的事 好奇的人 一般都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停小姐咖啡来了 我 停小姐 你今天怎么一直心不在焉的 你跟大小哥还没和好 不许提她 那她今天跟张小姐拍吻戏 你看着不是更生气啊 今天 今天拍摄内容 不是已经给你了吗 Pik 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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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 谁喊的嘎 陈锦芝 你倒什么乱呢 你是导演 我是导演 你是导演了不起啊 剧本社赶就赶 让我男朋友跟我闺蜜接吻 还能不能一起好好玩耍了 我不管 不能使真妻给我接吻 否则我咱俩你接吻 你接吻 陈锦芝 你瞅瞅瞅了 对不起 对不起导演 我喊错了 继续 你追出来干嘛呀 你女生在里面 周末带妹妹回家吃午饭 站住 这 佐安 你去哪儿了 我去了哪儿 好像跟你没什么关系吧 我是你女朋友 又是女明星 你现在一举一动 都可能会给我带来麻烦 那你 立刻宣布跟我分手不就好了吗 徐晓鸥你 我 我先给我借位 借位 下周拍角色封面 你这样化悲愤为食欲 没问题吗 我是真的饿 我是真的饿 你最近到底跟大乔在闹什么呀 到底是谁的错啊 当然是他的错 一大早不知发什么神经去超市买东西 然后打伤人还害我在小爷面前丢脸 你没搞错吧 你们家大乔去超市买东西是做给你吃的 菜单都是我列的 这么体贴的一个男人 你到底在抱怨什么呀 不会吧 他可是黑暗料理小王子啊 坦白吧 你到底是担心怕在小爷面前丢脸 还是在担心他呀 谁担心他了 他都能打断人类骨了 有什么好担心 那你甩了他不就得了吗 反正等着接手他的女人 从这儿都排到了江边 不得不说 你们家大乔的唇型 还真是唇收中的接吻唇 只不过吻技嘛 喂 不要逼我跟你追焦啊 真的生气了 好啦 不逗你了 拍本戏我可以 你们家大乔呀 为你守身如玉 很纯情地要求 借位 不可能吧 他可是你的粉丝 网名都叫保镖团长的 你们家大乔加入我 保镖团粉丝会了 还交个会费啊 好 那我给他打折 还以为你会给他免费 不会 我是守才奴 你才是善才童子 这这这这肉去哪儿了 天哪我会肥死的 要不要考虑去我家喝点红酒 压压惊呢 好主意 这儿 跑来这位小姐买单 小姐 喝点灯 你不想要 别点心 小关 妈妈一下班就回来接你 睡睡睡吧 今天又麻烦你 照顾我们小乖到这么晚 遇到什么麻烦了吗 没有 我是临时加班 实在是麻烦你了 没关系 小乖一直很听话的 对了 我母子给你添了不少的麻烦 实在是不好意思 这是我做的一点点心 送教练尝尝 我也没想到今天 会忙到这么晚 对不起啊 用这个做礼物实在是 有点太没有诚意了 没有没有 我只是觉得 有点熟悉 很亲切 谢谢你的礼物 教练 再见 好好好 慢点 慢点 哥 是 你怎么在这里 那个女人是谁 你那么生气干什么 你说我为什么生气 你都已经有我和田小姐了 为什么还要到处勾三打四 你胡说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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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眨眼就到头 你没开头 你没再出现在路口 这次换我 都随便再说放手 那天以后才没亮起的路灯 说过时间不会再有的永恒 我还在等 若回忠不问 你会不会不舍我 依然回来 因我一生 等你开口 等你说跟我走 所谓以后 一眨眼就到头 等你开口 等你在出现的路口 从今以后 我随便再说放手 从今以后 我随便再说放手 我随便再说放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